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所以外国人看我们吃饭很奇怪 坐在个圆桌上 想 哎呀 这中国人真聪明 圆桌上还放一个圆盘 一转起来 我们说 叫法轮未转 十轮先转 然后谁都吃得到 够得到 对不对 西方人输给我们 而且呢 这个圆的代表天 明以食为天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学问的 那吃吃什么呢 那外国人看我们 中国人只会吃 就只会吃 但是中国人的吃里面很有学问的 吃是有象征的 我们佛教说 若饭食时 当愿众生 残月为食 法喜充满 我还把船喜也吃了 你看 我们盐水道场很好 边上就叫洗来灯 而且我们盐水道场 没有门牌号码的 问去盐水道场怎么走 去洗来灯 洗来灯 导航上面只有洗来灯 没有盐水道场 所以 这说明这个盐水道场 是我的道场啊 洗来灯啊 所以我一到这下车 我就很高兴 我说哎呀 洗来灯 洗来灯 今天名副其实啊 洗来灯了 我们是 法喜禅月 以法喜时 以禅月为时 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什么 说以前呢 僧中山提过四个字 这题当然不是他发明的 这是古代传承就有的 这四个字 别人开树灾馆呢 有时候也会看了这四个字 叫 食 得 饮 和 这四个字 食是 食什么呢 吃的意思 食物的食 在这里面呢 这是动词 这个食啊 这不是名词 这是动词 是吃的意思 吃什么呢 吃得 这是什么得 道德的得 饮 所以既是饮料的饮 但是这里面也是动词的饮 喝水的意思 喝什么水呢 喝 和和的水 祥和的水 也就是吉祥的水 对不对 中国文化 你看这四个字 这个是外国人琢磨来琢磨去 琢磨不透的 这个圆桌代表什么 天 代表道 这本来你坐在这个圆桌边上吃饭 这就要以道德为实 以禅乐为实 所以食得饮和 我们今天坐在圆桌边 现在等着吃的了 但是先吃什么 先吃一点文化食物 对不对 文化食物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哦 人吃的东西要分好几等 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吃 吃饭吃菜 这是什么 这摄取的 这种食物是最一般的 人是这么吃 蚂蚁蚊子苍蝇也是这么吃 猪狗 鸡鸭猪狗也是这么吃 那鸡天一亮就出去找东西吃了 两个爪子地上爬 找东西吃去了 这是一般的 都是 这个并不作为人的特色 人能成长为人 不是因为仅仅依靠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ABCD 不是说仅仅依靠那个 人之所以能成长为人 是因为主要有人类的文化 人类文化 如果没有人类文化的 这个食物的补养 瘦生下来的小孩 刚刚生下小孩被狼叼走了 然后狼啊喂他奶啊 然后多少年之后就长成什么 是人的血统 他也吃的碳水化合物 但是他之后长出来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会成长出一个人呢 他的外观还是人 但是他就会变成一个叫狼人 如毛银血 他也会捕捉猎物 也会用他的牙 并不太分离的牙 他也会去撕咬 撕咬这个肉 所以到网站上你去查 现在狼人很少了 因为我小时候 我在农村登过 那个时候农村里还有狼 还常常听到他们说打狼啊 打狼啊 都扛着棍子出去赶狼去 打狼去 还是听说某家小孩被狼叼走了 那鸡鸭猪狗被狼叼走得更平常了 有的甚至真的狼会被 人会被叼走 但是 短短几十年就再也看不到狼的踪影了 只能到动物园里才看得到的 国外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还能看得到狼人的照片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在找不到狼人了 但是 几十年前就有 有的小孩被狼叼走之后啊 小孩又不知道啊 叫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出生的小孩也不知道的 什么叼走了他也不知道 然后既然狼没有把他吃掉 为什么 那个科学家有的人就分析了 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几率 一般性 小孩子被叼走都是会被吃掉的了 小孩子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小孩子啊 有可能是他的本能 他有可能是碰到一只母狼啊 他喝他的奶 有可能这个母狼的母性被他 被他激发起来 这母狼就把这个小孩子当他自己的孩子了 就不吃他了 所以有狼人也有熊人 被狗熊抓去的 后来没吃 结果这小孩子跟狗熊在一起生活 长大变成熊人 这个到网络上找 连连英国还有啊 多少年代 还有过一个 到他长到长到十多岁 然后再把他救回来啊 再把他救回来啊 人再去把他绑架回来啊 绑架回来养一养 不会讲人话 不会讲人话 他就是到一二十岁的时候 你再回来 你再培养啊 他 他 他融入不了人类社会 他的习气就是狼的习气 就是狼的习气 那你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现象 他是人的血统 他吃的碳水化合物 卫生素 ABCD都不缺的 但是他就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了吗 没有 说明什么 人 能够成为一个人 除了吃东西 简单的碳水化合物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文化现象 文化现象 就是你 你自己爸爸妈妈你生的小孩 你生下来 你给外婆外公带 带大了 跟你爸爸妈妈都不亲了 我跟你说 是你自己生的 哪怕你说 这个钱是我出的 我天天 我每个月 我给钱了 然后吃的实际上也是吃你的 但是他只是给外公外婆生活而已 以后都不会跟你亲 为什么 这也是一种力量 是不是这个现象 是一个人 他如果跟狼长大的 他回不到人类社会里来 这世界上 因为现在这个媒体很厉害的 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过这几个案例 发现了有一个狼人或者熊人 然后大家就把他解救回来 再把他救回来 然后再把他带回人类社会 但是 大家努力地教导他 努力教导他 但是他只会发一些简单的单词 说一些很简单的语言 他已经不能够完全再回到人类社会了 这个我前面讲的一个 就是文化的力量 文化也是补育我们 掌养生命很重要的一种食物 这个从我到马来西亚去 大师傅带我出国 我到马来西亚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我才发现这么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 那个地方 他们说一百多年没有佛法的 然后呢 也是居住了很多华人 但是这个华人就是说 已经跟马来人生活在一起了 虽然这个村庄很多华人 但是他已经周围的主要文化是马来文化 然后这个小孩子 我看到小孩子我就很 很惊讶 竟然这个小孩子看到 不像我们中国大陆 或者我们华人文化 圈里所看到的小孩啊 胖胖的肥肥的很可爱的 我看他这么小孩 怎么像小老头一样 小老太婆一样 我就分析 完全打破了我的印象 对小孩子的认识 一般几岁的小孩子就是我们印象当中 那就是很天真可爱 然后长得圆圆的胖乎乎的 天真无邪的样子 然后他们那里就不一样 一个不一样 两个不一样 这就 我说为什么呢 我自从才注意到 他们生活的文化圈子不同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 他生活在一个马来文化圈子里 他虽然是华人 又没有浓重的中华文化 又不能够融入到马来文化 所以他是一个两种文化分裂的一种状态 成长的小孩 而小孩子对文化是最敏感的 越小的小孩 反而对碳水化合物不敏感 什么东西给他吃都可以的 像我们小时候很受苦的 但是吃什么都长肉的 对不对 小孩子不像大人挑嘴 吃这个我吃那个没有的 小孩子你给喂他什么 甚至我们带小孩子看 有小孩子 他不分别的 什么东西拿着都往嘴里塞 话不会讲的 话不会讲的 但是什么东西往嘴里塞 对不对 他自己拉的死 他摸到了都会往嘴里塞的 是不是这样 但是他吃什么都长肉的 但是这个小孩子最敏感的是什么 他对文化气息是很敏感的 文化气息是无形的 形而上的食物 小孩子对形而上的食物 那才是高能量 这个高能量他最敏感 我特别我就这么多年来就研究 我发现一个学佛的家庭 一个吃素的父母 他怀孕的小孩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今年特别多好消息 二月初八 佛陀出家日 我有一个徒弟生小孩了 佛陀出家日他生一个小孩 二月十九又告诉我了 哎呦 二月十九又生小孩了 哇你看都是树胎 都是树树树的 父母亲都是胎里树 然后这些小孩子他妈妈 到那个妇幼保健院去检查身体 每次检查都健康 正常 然后那些排队的那些不吃素的母亲 一检查都不正常 然后医生能够说 你要吃营养的 你要吃营养 小孩子营养不够 体重不够 然后又检查到那个吃素的妈妈这里 全素的就 他就问他 你吃要注意 你不能再吃东西了 你小孩子超胖了 他反过来问他说 你吃什么了 你小孩子超重了 他说我没吃什么 我吃素啊 那医生就呆掉了 傻掉了 按照普通人的概念就是 妈妈怀孕了要补啊 对不对 但是那些吃肉吃鱼的 吃鸡鸭鱼肉补的怎么样 小孩子体重不够 小孩子缺乏营养 反而吃素的吃青菜萝卜的 医生给他说 你不能再吃了你 小孩子超重了 各项发育指标都很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 比一般的小孩子要超重 超重 这个就是你看多少年来得出来的 那些都是我徒弟 我现在做了几年师傅了 徒弟经验丰富了 因为我很关注这个 全世界通过我们生命电视台 弘扬 然后很多就是这种例子 就这种例子 这说明什么 小孩子对这种 对食物 对有形的碳水化合物 反而不是很敏感 我们现在读书所学到的东西 叫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都属于什么学问呢 我们所对整个宇宙了知的 只有3%到4% 对整个宇宙不知道的是96% 而且这个3%到4% 在这个整个宇宙里 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 宇宙的真相我们却不知道 这个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我们对宇宙的真相是不知道的 我们学到的那些 确确是 恰恰是宇宙里面 很小很小的一些 我们读书到现在 我们长这么大 我们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心智 是很好了 但是你知道 你的头发怎么长的吗 你知道吗 你的眼睫毛怎么长的 你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 那很奇怪 眼睛上面长一排毛 我们天天刷牙毛也不方便 这个手上长一排毛多好 又不用买牙刷了 但是他不长得受伤 长得眼睛上 长得嘴上面 一辈子花那么多钱买牙刷 你看费了多少钱呢 手上长一排毛多好 就这样刷牙 你得明白吗 你读书 你读书能明白吗 活一辈子 活到八十岁九十岁 你知道你人 你为什么吃饭 为什么喝水 怎么消化的 你说吃饭喝水 那当然是 这个是很正常的了 那来了一个不吃饭的 我看你怎么理解 广东有一个小女孩 一生下来没多长时间 泰国就有一位师傅 到她家来 把这个小孩带走了 为什么 这小孩生下来就不吃饭了 到现在五十多岁了 没吃过一口饭 这个女的 然后 就跟那个僧王 泰国僧王住一块的 僧王啊 富僧王啊 他们专门有寺庙的 皇家给他造的寺庙 他就跟他们住一块的 每年要到这个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 四千米以上的地方 要去打坐几个月 他说那边 我打坐修行的地方 两百岁三百岁四百岁的人 不吃饭的人多的是 就这一个好了 现在所有的营养学家 医学家就把他拦倒了 就显得很弱智了 你怎么理解 人不吃饭 不用吃饭 他还还是那个呢 他说每天只要喝 那个茶杯啊 玻璃杯啊 喝一杯水就可以了 他每天喝一杯水 那后来尼泊尔又出了一个 小活佛 对不对 往那一坐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水都不喝呀 水都不喝 然后各世界 各大媒体都 都都都都 就觉得好奇啊 真的吗 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会不会说谎呢 他们就带着科学仪器 带着摄像机 24小时不断的监控 到底你吃水 喝水不喝水 他是不吃不喝的 也不去洗手间 就坐着那不动 就坐着那棵树下 也找了一棵菩提树 坐着菩提树下 不吃不喝不动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就这样 然后西方人 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概念不一样 他觉得一个人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义务要保护他 然后尼泊尔政府觉得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件了 那我们政府不能说 无政府状态 不能说 他万一他是这样子 他死了怎么办 那我们国家的声誉 是要受到影响的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知道 这么多人知道 为什么让一个人就饿死 对不对 西方人的概念是这个 那尼泊尔政府就派出了一个医疗小组 去观察他 负责任的观察他 你不吃不喝 你会不会脱水 你会不会营养不良 你的健康会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不会死亡 西方的医学家也来研究 除了媒体 医学家也来研究 通过观察 然后他们也同步报道 那个BBC 法国的电视台 英国的电视台 美国的电视台 一边报道 一边还有相关 相关这个科学人员 比如说医学家 营养学家 同步的跟主持人一起来做 因为这个片子在拍的时候 就发回去了 发回去后期要制作 制作的时候 那主持人就要有相关 这方面的就是科学界的权威 一边研究这么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 以现在的医学思维 一个人不吃饭 不喝水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然后所以一边拍着他 外国人做片子很厉害的 一边拍着他 然后主持人在讲解 专家在评论 然后又放出一个人 如果不吃饭 不喝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排除一个人 皮肤会干燥 然后角质层会发生脱落 然后体内湿水之后 嘴唇会怎么样 会干 他拍出来 他都拍出来 一个人嘴皮子开始起白皮 开始唇会裂 开始皮肤会 甚至脱水到一定程度 皮肤的细胞 它不能够 身体细胞不能正常工作 甚至会腐烂 会腐烂 机体会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表面看是什么情况 但是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另一种情况 也就是世界上他们所认识的正常的情况 但是摄像机镜头面前的拍到的他一天 比如说我是媒体工作者 你们前面说的我都不算 我拍我在这里住在这里拍一个礼拜 在一个礼拜 一个人不吃不喝会发生什么情况 医学家会给出评论 他在这个前方在拍 后面的人就在这 就这个嘛 所以一般的人会发生什么样情况 但是在这个镜头面前的这个人 他们自己的媒体工作人员 要知道啊 西方的媒体工作人员是不能说谎话的 他不可能做托的 不是变魔术啊 做托啊 他如果做谎话的话 他如果说谎话 被揭露出来 好嘞他这就没有收视率了 他就有可能要破产了 所以西方人是很相信媒体的 在前线的拍的人呢 那摄像机 哇那个可以聚焦的 可以可以拉远镜头 近镜头 近镜头 特写都可以的 但是一镜头 哇拉到特写的时候 发现他的准存变没有变 还是很红润 发现他的皮肤还是很正常 一天两天三天 没有任何变化 跟医学家里面 营养学家所讲的 一个人将要怎么变化 怎么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医学定律 在他面前完全失灵 现在科学体系完全瓦解 不可理解 不可思维 不可推理 因为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医学 医学概念 常规概念 他不吃不喝 正在这个时候 大家发生争论 全世界轰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也见到了 那报纸上 照片一个小 对不对 一个师傅 披着袈裟 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 当时这个中国还没报道 我们在国外看到英文的 看到什么的 我不识 但是他们就说 跟我介绍说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个新闻 当全世界的媒体 为之轰动的时候 大家也把他当成一个科学 研究的对象 包括尼泊尔政府都拍出 官方的医 这个医疗 医学观察组 除了尼泊尔的 世界其他国家的也有 把他当研究对象了 因为这是人类的一种奇迹 这是用现代科学 无法解释的 这也就是在这个现象面前 我们所有的科学的理论 全部报废的 就是说 你现在的科学理论 是讲不通的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现象面前 现在的科学体系 都是瓦解 崩溃掉的 失效的 也就是说 是很无知的 这个领域 这个现象 没有解释 解释不出来的 但是铁的事实 放在那里 不仅如此 尼泊尔冬天的气候 它因为是靠近喜马拉雅山 它是在南比尼 南比尼在靠山区的位置 我们去过的 我们去过的 我们大巴车 不是开开开开 往山里去 有一个花园饭店 饭店的名字 我记得 那个城市叫什么 很美的 尼泊尔 那个城市 是一个世界 著名的旅游城 是吗 我们车都往里面开 开过 那个山区里 冬天还是蛮冷的 低温 还是会降到 五六度 有时候白天 也只有十二三度 但是它怎么样 它衣服还是那样 还是一个路的胳膊 还是也就是藏传佛教 它是藏传佛教的 撒迦派的一个师父 年纪只有十五岁 还没有受比丘戒 只受了五戒 只受了五条戒 受五戒 回家里看爸爸妈妈的 看着爸爸妈妈在喝酒 抽烟啊 吃肉啊 他就劝他们 不要抽烟啊 不要喝酒 不要吃肉啊 那样不好的 然后他就 不愿意住在家里 因为家里有肉味 有酒味嘛 他就 他就住在 村庄附近边上的 就是森林当中的 一棵树下 棵树下 结果住 坐到那边 一天两天三天 他家里人还 回去吃饭啊 他不理他们 一个礼拜下去 他也不吃不喝 就坐在那 白天晚上就坐在那 是这样子的 后来家里人 被他感动了 后来说 你回家吧 回家 我们不吃肉了 我们不喝酒了 然后他也不回去 然后村庄里的人 也被感动了 村庄里的人也来说 我们不吃肉了 不喝酒了 不抽烟了 整个村庄被感动了 然后消息越传越多 越传越多 越传越多 后来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一个偏僻的山村 平时没人去的 后来每天 几十人 后来增加到几百人 坐到后来几千人 后来尼泊尔 加德满都 连旅游公司里面 都有这样一个旅游的行程 所以看小活佛去 然后大卡车 这个巴士 自行车 拖拉机 落意不绝 那条土路 尘土飞扬 每天来朝圣的人 上千人 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变成集市了 人太多 就像我们大师傅办法会一样 一办法会 别人来摆地摊 来拖拨 什么都来了 对不对 他那个也是 白地摊的 做生意的 小卖布 卖乡的 什么都有了 然后他家里人 他们村庄人 自然就成立了一个保护小组 人来多怎么办 我拉一条绳 五十米 五十米 建方 离他有 有比如说十米 十米远 看着他 大家都看着 磕头 然后再后来人更多了 这不行 十米不够了 圈子更拉大一点 二十米 二十米 二十米远 大家到那里都看得见吗 就这样 哇 每天这样 那你想想看 后来所以震惊全世界 震惊全世界 这个现象 你说这个现象 那媒体 那媒体正在讨论的 很热烈的时候 后来 印度 结果 印度 有一位 有一位医生呢 也出面来证明 他说我曾经研究过 严格的研究过这种现象 说在我印度 也有这样一个人 七十多岁了 他有五十多年没吃饭 五十多年不吃饭不喝水 然后我们政府也把他当为一个研究对象 为什么要研究他呢 他说这样子研究 如果能得出一点成果的话 我们的部队以后 在在艰难的情况下 可以不吃饭也能活下来 他是把它当成一种军事研究的 政府研究 是把它这样一个目的的 他就出来说 他也有影像资料 他因为这位一个老人 全部都知道的 他不吃不喝 活得很正常 他还神奇呢 他不吃不喝 他还 他还上卫生间 这是很神奇的 他说他是二十多岁 有一次生一次什么病 然后就 之后就不吃不喝了 然后活到七十多岁 已经五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全封闭式研究 把他请到医院里 一个观察室 观察室为了 他真实 他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门窗 全部是特制的 就像监狱差不多 把他棺材里 棺材里面 考察 医疗设备 装好 观察他 他每天 不吃不吃不喝 但是呢 他要漱口 所以漱口怎么解决 他你证明你漱口的时候 没有偷喝水呢 都是用了那种 那个多少细细的杯子 你漱口 你把这个水 就咕噜咕噜噜漱漱 漱口要吐出来 也要这么多 就是这样 这更不可解释的 就是说 他不吃不喝 他不喝进去 但是他还 他还排便 他排便出来 还有水 所以他们研究 排便多少水 他还多少细细 他都那个的 所以医生弄到后来 这个没办法解释 他不吃不喝 每天还排便 排出来多少细细 他这个水哪里来的 所以也是 现代医学体系 彻底崩溃 所以我们不要迷信 现代科学 我跟你说 就好像 有一些科学家 在印度 听说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会腾空飞起来 然后这批科学家 哇 这个还了得 是美国的科学家 到印度去那个的 听说了这个之后 然后跟美国的 他们美国几个科学家 一起 物理学家 然后说 我们要找到这个人 结果 这个人是在印度的北方 北方帮 我们朝圣 基本上 佛教的八大圣地 都是靠印度北方的 比较北方的 佛陀的主要活动地 都在印度北方 所以我们去印度 朝圣的地方 都比较贫穷 但是很奇特 这现在的贫穷 不代表佛陀时代 他们贫穷 佛陀时代 那个时候 都是他们富裕到 那个房子说 多少间是黄金为瓦 多少间白银为瓦 多少间铁为瓦 铜为瓦 所以我们朝圣到 那个佛陀的 那个 那个 废舍里 废舍里 对不对 那个猴子挖水池 供养佛的地方 那个城 曾经就是说 就是这么计算的 盖房子就是 金瓦的是多少多少房子 银瓦的多少多少房子 在印度以前是非常富裕的 你现在就看都是茅草棚 茅草棚 现在你看到很穷 在佛陀 两千多年前 佛陀时代是很富裕的地方 那地方保持的修行人 到现在还是很多 结果他们就找到那个地方 因为他这个 等于是也是办官方的 虽然个人行为 几个科学家 我们自己去探索一下 开着车 带着设备 带着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科学设备 到那边 找到了这位 跟他一交谈 他很好说话 大出他们所料 他们因为这个世间奇人 大概会蛮古怪的吧 就遇到 普通人一样 很好说话 坐下来喝茶 跟他提出要求的说 能不能你 听说你会飞 能不能飞给我们看看 都很怕被拒绝 结果他 很爽快就答应了 他说好的 他说等明天早上 今天天晚了 等明天早上飞给你们看 哇 他们高兴坏了 哇 把设备都架好 架好 电源 没电源 发电机都带好了 然后设备全部架好 现代这种物理设备 观察设备 测 测 测磁力线的 测什么什么什么的 全部架好 第二天早上 他坐好 问他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他们准备好了 他往那里坐 坐下来 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 他们就在这个高级的设备 仪器面前 就看着这个人 就慢慢慢慢慢慢浮起来了 就浮起来了 浮在办公中 浮了一回 下来了 这几个科学家 都傻掉了 这几个 其中有一两位吧 是美国的科学家 后来他就跟他们 印度的朋友就说 他说 这个现象 他有他的科学理论 但是如果这个科学理论 发现的话 我们当今人类的 所有科学理论 全部都是废物 全部报废掉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佛教的修行理论 是存在的 那我们现在世间法的 所有的 那就如梦幻泡影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因为不了解佛法 所以把这个世间当真的 如果哪一天 你了解佛法了 这世间像不像梦幻泡影 真的像梦幻泡影 假的 所以觉悟重要不重要 觉悟很重要的 不觉悟 一辈子 一辈子走弯路 说梦话 说的话是梦话 做的事是梦事 所以我们佛教了解这一点 请问 我现在说的话 是不是梦话 我现在做的事 是不是梦事 也是啊 所以佛教里说 大做梦中佛事 对不对 大做梦中佛事 辐射水月坛场 我们这个布的坛 你看庄严不庄严 庄严的 请问是真的还是假的 水月啊 水中月啊 辐射水月坛场 大做梦中佛事啊 所以我们才叫 什么才叫 出家人 我们台语叫 出家狼 出家狼 这变成出家狼了 我也变成狼人了 出家狼 哎呀你看 我们台湾 所以台语哦 台语是开悟的语言 人不叫人哦 叫狼哦 披着人 披着狼的狼哦 普通话说人 台语说是狼 因为老祖先 台语的老祖先开悟了 人不是人哦 人本来我们中国人怎么说 人是什么 行尸走肉 不觉悟的人是不是行尸走肉 哎 行尸走肉 所以人也不是人哦 人是狼哦 叫人面寿星 批的人批的狼 觉悟了才就是真人 我们老祖先有没有讲过真人 对不对 修行觉悟了 他才是真正的人哦 哎 所以说这个这个有的人他也说 哎 他说出家人不是人 因为出家人出家人出家人不是普通的人嘛 对不对 反过来说在家人凡夫也不是人 因为是假的 只有觉悟了才叫真人 对不对 哎呀 有点开悟 今天有点开悟 为什么台语叫狼 原来不是人 是狼 出家狼 出了家的狼 那就不是狼了嘛 所以跟着跟着我们三宝走 这是不会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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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远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创造了我们,但我们人生的秘密就是爱 慈悲没有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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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一个月,教会为我们台中教区 我们也发动各种的祈祷 每天的弥撒 像五点钟的一起念玫瑰经 每一个礼拜四的朝拜圣体等等 都是为这些亡者的灵魂的安息 为确诊者的痊愈 为先勤工作的第一线的医护警消人员 来为他们来祈祷 除了祈祷之外 我们也回应天主的爱 就是以具体的实践 来关心这些需要特别陪伴的受苦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也有物资的发放 有一些不方便来亲自领物资的人 我们的志工们 也把物品送到他们家里面去 那我们也有街友 特别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也送上我们的口罩等等 所有的一切 就是为了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这份爱的信仰里面 我们也希望把天主的爱 把天主的同在跟他们分享 透过我们宗教界的联合的祈祷 使这个疫情早日弥平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以爱彼此相伴 让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异象 我们继续来做这个祈祷 我们也学同教宗放弃各的异象 特别在五月 学同圣母 我们展开马拉松的祈祷 天主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 来自不同的族群 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的各种恩惠 求你联敏我们 并转变我们的心 求你在人心不安的日子里 垂怜我们众人 求你拯救那些 因得到生成狂状病毒而去世人 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 早日康复 求你降福并保护那些 未照顾被隔离的病患 所有医疗团队成员 保佑他们身心灵平安 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 尤其是执政者 政府官员和各个政党 求主赐给他们瑞智 远见 毅力 信心 在这关键的时刻 都能虚心信靠上锁 便能同心协力 团结一致 共度难关 使各国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天主教的刘总主教 佛光山祝辞新宝和尚 天主教的刘总主教 天主教三国喜基金会的大众 各位佛光人各位观众大家请想 新型会员疫情 从开始到今天 隆隆在持续的蔓延传播中 现今我们全球人民 因疫情快速的增加 使它造成生活上极度的不方便 另外呢 心灵在恐惧中 受创更多的严重 在这种高度传染 闲境环境当中 人心感到惶恐不安 但内心完闷无助的时候 一定要忍耐 而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要有坚定信心 而心不退转 为此风雨过后 总会拿波影见日 看见希望的阳光 来照耀我们大千世界 在此艰难困难的时候 此需求忍耐生活上 各种不便 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 具备勇气跟智慧 共同面对疫情 互相关怀 彼此劝勉鼓励 增进自己的信心和意志力 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 勇离忧伤 消灾勉难 让我们共同来祈愿 祈求祖佛菩萨的加倍 让这个受贿能够进化 祈求这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佛家平安 现在我们来以 火光山心灵大师 为疫情来求愿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大家一起和祂来祈愿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这次新型会员疫情 许多人受到委屈 苦难和惊吓 祈求您的慈悲加倍 让我们具备勇气和智慧 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 面对疾病能够冷静宽心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些地方封城 有些活动暂停 现在我们更需要发挥 您救苦救难的精神 互助关怀 避免惊慌失策 彼此鼓励 增加信心无畏 虽然一时的不便 但我们可以拿尽心正念 自我前修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处时此刻 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 相信医疗人员 政府部门 会尽快的解除危机 感谢医护工作人员 正在努力来医助病患 世界上无论再怎么样的困难 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 我们总是要心三好 大家重视环保贵身 就能够转恶为安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此时此刻 我们虔诚称念你的名号 我们要学习你的慈悲 与智慧 转化外在的怀恼境界 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 我们要远离分别揣测 我们要远离指走长生 此刻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祈求你 让生病的人尽快的全力 赶快给他回复健康 不幸往生者 蒙苦皆严 能若安心到极乐世界 让社会净化远离疫情 让普罗大众平安吉祥 南无观世音菩萨 祈求你接受我铸成的情愿 观世音菩萨 请求你接受我铸成的情愿 佛初爱 老年相反 友谊生好 佛初健康新生活 佛初爱 友谊生好 台湾加油 最近疫情爆发 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新闻 政客的互相谩骂 以及名嘴越来越激烈的言词 当然会造成一般老百姓的焦虑和不安 让他们的心情不好 对国家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 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持续的运作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谢的心情 我们应该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之下工作的 我们也应该感谢全国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 以及维持交通的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加关心别人 要知道疫情对很多人的生计是有负面影响的 如果你知道有些亲友 因为疫情而必须放无薪假 你应该和他通话 或许你不能对他有实质上的帮助 至少可以使他的心情好一点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 使大家冷静一点 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社会 最需要的是两句话 谢谢你 哥 你好吗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吉祥 大家好 我是国际国王会中华首会的赵文明 新冠肺炎病毒 仍然在全世界大多数的地区蔓延 而我们在台湾 仍然属在高度行贴底下 我们希望继续为台湾这块我们中爱的土地 更尽力 不过最近多了很多避人静坐和醒尸的机会 我相信各位都有勇敢 就是这次疫情之所以如此的严峻 主要还是源自于大自然界 对人类过去一些不当的行为所造成的反复 像是这么多年以来的环境污染 像是人类持续的对动物的残杀 甚至于由于人心的偏颇 而造成了社会上人类不古 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猜忌 相互的排挤 相互的争斗 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忧的事 今年年初 幸运大师颁布了它的极举 是八个大字 就是八代四季更于芯片 或许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次 进化人心的工作 就让我们用心来清拼这些赤者理念 也让我们用心来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的规划 一个更为幸福和安宁的场域 作为未来人类安生命运的环境 最后我敬祝各位平安健康 习祥圆满 用慈悲智慧 让我们做做安排 希望疫情早日远离 活祝爱有你真好 祝福大家用慈悲与智慧面对疫情 活祝爱有你真好 必须用祷告来度过这次的难关 台湾加油 尊敬台湾的领寒 他跟他说 活祝爱台湾加油 耶 旧旧流浪的河河河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便是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合掌 我们请合掌